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机採访发现 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 但大部分人都认为炆香可能会产生PM2.5 为了最一步了解 随后调查员又来到了广州的一家炆香售卖店 有没有无烟呢? 没有 没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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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产生PM2.5 不可以啊? 不可以吃吧? 商家告诉我们 只有普通同色炆香会产生PM2.5 首先我就会检测一下 摆下我面前的玻璃缸 它的PM2.5含量是多少?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玻璃缸的PM2.5含量 是10厘克每六方米的 随后调查员点着了15支香烟 整齐地排阻在烟灰缸里面 之后再放入玻璃缸里面 让它完全燃烧 15支香烟燃烧之后 玻璃缸里面的PM2.5含量 会升到多少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15支香烟已经烧到差不多了 简直就是煙霧秘密 那下面我们立刻来测试一下 它的PM2.5含量又是多少 好大的烟灰 现在PM2.5所展示的数值是 500米克每六方米 已经爆了 真是不可思议 15支香烟燃烧之后 PM2.5的浓度 竟然是高达500米克每六方米 一盆烟香甜蜜之后 那PM2.5的浓度会高多少呢? 会不会超过15支香烟产生的浓度呢? 接着调查员点 就转一盆传统瓶色烟香 放在玻璃缸里面 一个钟的时间到了 我现在先来测试一下 这个玻璃缸的PM2.5的浓量 是多少 你看看 所展示的数值是 400米克每六方米 三个钟后 调查员又测试了一次玻璃缸 进入PM2.5的浓度 哇 在这个蜜香就快烧光的时候 它的PM2.5的数值 同样显得是白额 500米克每六方米 通过检测15支香烟燃烧之后 的PM2.5的浓度 是500米克每六方米 而一盆蜜香燃烧之后 调查员在一个钟头 燃烧完之后 分别检测玻璃缸里面的PM2.5的浓度 是470米克每六方 和500米克每六方 看来网友没有说错 一盆蜜香燃烧之后 它产生的浓度 确实是超过15支香烟燃烧时的PM2.5浓度 通过了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普通蜜香所产生的PM2.5浓度 确实是很高的 但是我们刚才的实验 是在一个很小的玻璃缸里面进行的 如果一盆蜜香在这样的一间房里面 点着了之后 所产生的PM2.5浓度又会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先来检测一下 这间房的PM2.5浓度 OK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PM2.5的检测器 所显示的数值是40米克每六方米的 随后调查完在房里面 点着了一盆蜜香 然后关上门 这样这盆蜜香在我们平时居住的 20米左右的房间里面 到底是会产生多少的PM2.5呢 普通的蜜香已经在这间房间 燃烧了三个小时 那现在我们马上进去检测一下 房间里面的PM2.5浓度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已经是爆标了 又一次爆标 那PM2.5呢 是超过了500微克每立方米的 通过检测 一盆蜜香点燃在一个20平米左右密闭的空间里面 它的PM2.5会常升至500微克每立方米以上 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点里面 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 PM2.5就是一些漂浮在空气里面很细很细的栗子 它的直径呢 是小于2.5微米这样一个栗子 那么由于这个栗子呢 它很容易漂浮在空气中 不容易沉下来 而且它也能够漂浮得很远很远 这是对环境的影响 另外呢 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因为太小 它很容易进入我们肺的内部 也就是说进入肺泡里面 所以说呢 如果开着空调 同时又点着了蚊香的话呢 所产生的PM2.5浓度呢 很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的 不过呢 有些人在点蚊香的时候呢 通常都会在通风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呢 我们这次实验呢 就换了这间房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现在呢 已经将这间房的窗全部打开了 那我们今次的实验呢 就是看一下一盘蚊香在燃烧的情况下 这间房的PM2.5浓度又是多少呢 通风的条件下 房里面的PM2.5浓度呢 是48微黑每立方米的 那点面一盘蚊香之后 会不会像密费的房一样 令到那个PM2.5浓度 达到500毫黑每立方米以上呢 这一小时的时间呢 又过去了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个蚊香的燃烧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蚊香最外面的那一圈呢 已经烧了一大半了 那我们现在呢 即时来测一下 这间房的PM2.5的浓度是多少 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间房的PM2.5的浓度呢 它的数值是43微黑每立方米的 经过检测 一盘蚊香在燃烧的过程当中 一个小时之后的PM2.5浓度是43微黑每立方米 三个小时之后浓度是38微黑每立方米 一个小时之后是40微黑每立方米 和点燃蚊香之前的48微黑每立方米相比呢 有多难验呢 通过了试验我们可以知道 盆色蚊香确实会产生PM2.5的 令到周围的PM2.5的浓度升高 但是我们在暗房的时候呢 商家表示 冒烟蚊香是不会产生PM2.5的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立刻去做个试验 冒烟蚊香是否真的不会产生PM2.5呢 为了做这个实验呢 我们同样也准备了一个玻璃缸 点蚊香之前呢 调查员同样测试了玻璃缸的PM2.5浓度 是47微黑每立方米的 随后调查员点了一盘冒烟蚊的蚊香 放到玻璃缸里面 那当它燃烧桌子的时候 会如似商家所说的 不会产生PM2.5呢 这个冒烟蚊就烧了 我们立刻来测试一下 这个玻璃缸里面的PM2.5的合量 又是多少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玻璃缸里面的PM2.5 只是47微黑每立方米 那现在呢 即是我们将这个无烟蚊香 放到火烧之后呢 它装兼持的PM2.5的含量 是430微黑每立方米的 虽然一盘无烟蚊香 所产生的PM2.5的含量 这些普通玻璃缸是低的 但是只是相差了70微黑每立方米而已 而这盘无烟蚊香在一间 普通的房里面 所产生的PM2.5又是多少呢 同样我们又来到了这间房 首先呢 我们还要检测一下这间房的PM2.5的含量 好了那现在呢 我看到PM2.5显示的数值呢 是39微黑每立方米的 随后调查员点准了无烟蚊香 关起到门 之后分别是一个钟头 三个钟头之后 检测室内的PM2.5轮道 是493微黑每立方米 和498微黑每立方米 虽然没有超过之前普通盘式蚊香的 500微黑每立方米 但是都相差不大 所以无论是盘式普通蚊香 还是盘式无烟蚊香都好 都是会产生PM2.5的 那为什么蚊香会产生PM2.5的呢 所谓无烟 其实它也是通过一个加热的装置 把这个油销成分蒸发出来 蒸发出来 就是很小很小的栗子 假如它的栗子直径等于小于2.5 那当然它也是PM2.5 同时专家还表示 目前市场上所谓的无烟蚊香 大部分的产品都只是商家的一种宣传卓球 而且我们的实验同样都证实了 传统的盘式蚊香 和传统的盘式无烟蚊香 燃烧所产生的PM2.5 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使用盘式蚊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室内的通风 避免蚊香产生PM2.5 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那在生活当中 不单只存在着传统的盘式蚊香 而且还有一些新型的电热蚊香 那这些电热蚊香 会不会都会产生PM2.5呢 我们立刻再去做个实验 电热蚊香的蚊液 一般会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电热蚊香液 一种就是电热蚊香片 看起来有多环保 和方便薄 小巧理论 那不知道这些电热蚊香液 和电热蚊香液 会不会产生PM2.5呢 同样调查完 怎样做电热蚊香 放在玻璃缸里面 令到在密闭空间 碰着30分钟 那这样电热蚊香 会不会都像其他传统的蚊香一样 是会产生PM2.5呢 这个电热蚊香片已经少了半个小时了 那现在我们立刻来测试一下 玻璃缸里面的PM2.5含量是多少 OK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PM2.5含量是37微克每立方米 通过检测发现 没有点着电热蚊香之前 玻璃缸里面的PM2.5含量度 是35微克每立方米 而点着半个小时之后 玻璃缸里面的PM2.5含量 是37微克每立方米 数值是没有多大的变化 所以说 电热蚊香片是不会在室内空气的PM2.5含量度升高的 通过了实验 我们知道电热蚊香片是检测了半个小时之后 玻璃缸里面的PM2.5含量 和之前是没有太大差别的 那电热蚊香又会不会令到PM2.5的浓度升高呢 半个小时的时间到了 那我们立刻来测试一下PM2.5的浓度 现在它的PM2.5含量是32微克每立方米 通过检测 显然电热蚊香液时下的PM2.5含量度 它是34微克每立方米 和32微克每立方米 所以电热蚊香对于PM2.5 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哎哟 干嘛哟 戴口罩 反正还是很多啊 去给你拿微箱 这是什么微箱啊 电热蚊香 环保里方 哎 真是顶不住这两个人 你说啊 如果所有的闺蚊都像他们那样的话 那怎么办啊 不过说是话 广告川称的这些电热蚊香液 和电热蚊香片 是不是就真的没有毒呢 对于这个问题 街坊又是怎么看的呢 去问一下他们先 你觉得电热蚊香会不会产生有毒素 嗯 不清楚这个 不没有 不过 都是这样的 没有化学物质的话 那些蚊都不会死 多多数数会有这些 这些蚊香有毒的 随机採访发现 一部分街坊认为电热蚊香是没有毒的 又或者表示不清楚 不过都有少数街坊认为电热蚊香是有毒的 那到底这个电热蚊香有没有毒呢 调查员来到了电热蚊香售卖店 电热蚊香 这是什么香蕉 对 有没有辣蚊香去 对 这个就是辣蚊香 家里有小孩 这个有没有毒 没有啊 这是电热蚊香 这个没有毒 这个没有毒 商家告诉我们 电热蚊香是船堆没毒的 随后调查员又在网上调查了 发现不理网页上也好 淘宝上也好 都是打着无毒的宣传口号 那是不是就真的无毒呢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了 我面前就放了两个很大的玻璃瓶 是不是很有型 其实这两个玻璃瓶 就是我们天道 为了这次实验精心设计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 是有很多非常伤害的 就是我们天道千针万针 才收集回来的 我们这个实验就是这样的 那等一下我会将这个电热蚊液 放在我右手边的玻璃瓶里面 在这里 OK 那等一下我会将这个电热蚊液 放在我左手边的玻璃瓶里面 过了时间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会有电热蚊液 其实我最怕被蚊液 但是为了我们这次实验 稀醒一下 唉 真的辛苦了奇奇了 奇奇一方面 又担心电热蚊 从玻璃瓶里面飞出来 一方面又将电热蚊 亦和电热蚊液放不进去 而且最恐怖的就是奇奇 担心不熟电 但是奇奇好在 都是完成了任务 真的是中国的主持 不过既然商家都说电热蚊香是无动 很多街坊都表示 不是很清楚电热蚊到底有无动 为什么电热蚊是可不可以杀死蚊的呢 看回时间方面 已经过了四分钟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无论是电热蚊片这边 或是电热蚊液这边的瓶 里面的蚊已经抹好了 我在这里喝 这些电热蚊片和电热蚊液 为了知道杀死蚊的物质到底是什么 调查员有将电热蚊液和电热蚊液 已经送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 通过检测 电热蚊液当中的四分隔维谷之含量 是百分之零点七三 而电热蚊液当中的四分隔维谷之含量 而电热蚊液当中的四分隔维谷之含量 是零点七三 零点六三红黑蚊液 那么这个含量成分 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伤害呢 师傅 脚密橘子是温箱里面的一个有效成分 比如说它是可以杀温子和去温子的 那么当然它会有一定的毒性 但是我们动物实验测试表明 它的毒性其实也是低毒的 而且它在温箱里面的用量是很少 所以呢 比如说它的用量是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之间 所以呢 它的用量其实很少很少 所以呢 我们通常看到的温箱 虽然它含有这个橘子 但是呢 它的标牌还写着是微毒的 专家都表示 四不隔维谷之微毒 而且都有新闻报道 子朋友不小心 误食了蚊香之后导致中毒 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是对于 天天都使用这种蚊香的人来说 会不会有更大的伤害呢 肯定会有多少影响 首先呢 刚才说到 它燃烧产生会很多的偏外的 对我们的肺会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呢 有些人身体不好 比如特别是有过敏体质的 它特别容易有发这种过敏性的消除 还有一些肺部的疾病 所以在使用蚊香的时候 不是使用传统的瓶色蚊香也好 只是使用电热蚊香也好 一方面要小心小朋友不吃 另一方面要注意不要经常使用 或者是尽量保持通风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无论是电热蚊香液还是电热蚊香片 都是有毒的 而且还会有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在我们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还发现市面上 有一种电热蚊香是儿童专用的 不少的销售人员 还有淘宝的商家 都打着儿童蚊香没有毒的广告词 那儿童蚊香是否真的没有毒呢 为了知道儿童蚊香是否像广告宣传那样无毒 调查完从市场上面买回了一些 儿童丢色的电热蚊香液 和电热蚊香片送到检测机构检测 通过检测 儿童类型的电热蚊香片里面的 四份加上谷枝含量是0.57毫克每片 而儿童电热蚊香液里面的含量是0.70% 那和之前普通的电热蚊香比 含量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可怕了 一些无量商人为了赚钱 什么宣传口号都敢说 还说到什么儿童蚊香是没有毒的 其实就是和普通蚊香一样 都是含有有毒物质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价值要比普通蚊香高 那是不是就是说只要是蚊香都会有毒呢 一般来说如果它是燃烧的话 它就产生这个烟雾 而且它一定会有这个烈温的有效成分 所以电热肯定会有很多不少的 多化少的有性作用 那么但是温香其实有好多种 有的温香是不燃的 不用燃烧的 比如说我们上次的电热香 它就加一个它就蒸发出来 那么相对来说呢 它就产生的电热都不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说无论是传统的盆式蚊香 还是电热蚊香 又或者是所谓的儿童尊用的蚊香都好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保持房间的通风 那么既然市面上的蚊香都是有毒的 那么哪些人是不适宜使用蚊香的呢 一些过敏体质或者说肺部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疾病 这些人就要避免使用 还有孕妇小孩 还有一些老年人都要尽量的避免 所以对于孕妇和小朋友来说 对于过敏体质和有肺部疾病的人来说 都是不要使用蚊香为妙 那么既然蚊香对于我们健康多多少少有危害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特别的绿色环境的方法可以区从蚊的呢 用温脏是最好的 但是温脏只是睡眠的时候使用 但是好多其他场合是没办法的 所以还有很多很多方法是可以的 比如说用趋温水 因为温脂其实它很厌恶一种味道的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些茉莉花 叫趋温草等等等等 这些温脂其实它不喜欢 所以通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了传统的盆式蚊香产生的PM2.5浓度 确实是比12支香烟点燃产生的PM2.5浓度相当 而且普通的盆式蚊香PM2.5浓度还要更加高 那么对于电燃蚊香 不理是一般产品 只是儿童专用型的 虽然不会产生PM2.5 但是还是很有微毒的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日常使用的传统蚊香 无论是有烟盈的还是无烟盈的都好 都会产生PM2.5 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 而普通的以及儿童专用的电燃蚊香 虽然不会产生PM2.5 但是也含有有害物质 所以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驱蚊盆栽 又或者蚊酱 好了 节目到这里 又要跟大家说拜拜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 记得要参与我们的 有章文答 赢奖品 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琪琪 拜拜